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又到了我们今天晚盘的时间 我是Homely的陈小宇 首先来浏览一下亚太地区修市的情况 亚太地区修市多数实现上升 仗的最多的是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 DF脚弹是国企指数、恒生指数以及新加坡 马来西亚收盘跌幅收窄 但是最终还是收了阴线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点 这个点是出现在10点的42分 之后就开始止跌了 但是也没有出现大范围的上升 最终就基本还是没有实现转扬 那从目前的形态来看 收了一个下一线非常长的影线 那说明这个位置的附近支撑比较强 所以如果没有破位的话就还好 破位的话基本上就开始要走 单边下跌了 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的 接下来就看一下趋势的状况 那趋势呢今天是翻红了 但是在翻红的时候呢 庄家并没有增仓 所以这种上升的有效性呢 就没有得到确认 庄家资金呢是继续的减少 所以这种上升趋势呢 就比较不太真实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马骨收盘的盘面特征 马骨收盘最终收在157.66 下跌了6.48 跌幅在0.41 其中实现上升的股票是617 实现下跌的股票是538 实现平盘的股票是340 通过个股的表现来讲的话 指数的下跌呢是只有那么个别几个股项导致的 大多数股票在上升 所以这种上升是不具有 这种下跌是不具有持续性的 而且今天你可以看到 虽然指数下跌了 但是说大多数行业都上升了 今天领跌马骨呢 依然是Technology以及Healthcare 这两个行业曾经一度呢 是领涨马骨的 现在目前是领跌马骨 其他行业呢有所上升 像Property涨的比较多 以及Plantation涨的比较多 Telecommunication也是涨了 所以这种情况呢 导致指数没有出现特别大的一种调整 所以这种下跌能否持续就需要打一个问号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像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 Healthcare还有Information Technology 关于科技板块呢 今早盘我们看了 它已经出现了卖出的信号 是吧 已经出现青色蜡烛了 今天领账呢 是0169 0094 0169 0169 0154 包括066 0107 这个账都比较多 但0169的话 基本上下午就涨停了 但庄家有所减少 0194呢 也是涨停了 但庄家有增加 大家比较关注的呢 应该算是这个Healthcare这个行业 那这个行业来看呢 目前我们先来看它的整体走势啊 已经出现了青色啊 庄家有所减少 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风险了 今天你可以看到领账 Healthcare的 有0081 0148 还有0155 这些账的 还有疫苗的相关股 像748 7081 是吧 像手套当中的这些股项呢 基本都是领跌的 那今天领跌整个医疗板块呢是Cybermax Cosan CarePlus Hotelica Advanta 还有这个TopGlove 是吧 我们看一下TopGlove TopGlove的今天也变青色了啊 所以短期要注意它的调整了 看60分钟呢 基本中间已经跑了很多了 V68呢 是很 好几天前就已经出现了买出信号 目前呢 下降动能是 增加了 063呢 今天其实盘入地的比较多 收拾之后呢 是出现了青色的灯热蜡 说明上昂趋势已经结束了 进入一个短期调整 753呢 今天跌的也还是蛮多 也是出现了 卖出信号 短线的啊 706呢 是暂时呢 青色是非常少的 青色非常少的 翻张图里面呢 显示的也是 庄稼载不端的撤出 是不是 但手套里边呢 还有一个小型的 就是2127 它今天跌了9%啊 其实上个礼拜五就已经出现卖点了 然后以及0188这些三大腰股啊 今天跌了13% 专家呢 又明显减少 散户有出现 以及像0083呢 也跌了10% 在这种情况呢 趋势没有坏掉 但是从短周期来讲的话 你看到它就是在下跌 下跌基本啊 又出现 到蜡烛翻红是吧 如果专家有有有增仓 或者散户又消失的话 基本就开始起了 还有包括这个 notion是吧 notion也是跌了10% 然后我们看到它 分钟图 60分钟啊 包括30分钟是吧 30分钟里边呢 就再次出现了下跌 如果说后边把这个主线跌穿 跌破 然后散户继续增加 装甲继续减少 那么将迎来主跌浪 前面呢 都是盘中洗盘震荡 然后之后呢 到尾是基本能收回来 或者下午基本能收回来 但今天虽然也收了 但是没有收得很好 是吧 还是属于阴线 所以已经就不正常了 前面呢有提示大家 这两个行业已经开始领跌马股的时候 就是要注意了啊 那其他的行业 刚才我们看到了 是吧 其实蛮多的行业在起 比如说property啊 还有plantation啊 这些是吧 我们就不再看了 那您到底有没有选对股票呢 其实选对的股票 你都可以抓它涨停 是吧 涨停板 因为这个软件目前抓涨停 那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只要装甲大幅增仓 那后边呢 基本就有可能会涨停 是吧 你看比如这个 他前边在这个位置呢 撒谷消失了 装甲也增仓了 刚好是一个买点 那今天呢 涨了78.93 从三毛多起来的啊 基本就翻倍了 好了 那基本上差不多 也就是这些内容 今天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影片 对你非常有帮助的话 请帮忙点赞 转发给你的股友 尤其是有手套股票 这些朋友们 如果你想要分析 你自己的股票的 可以发送你的股票代码 到下面的一些方式 如果你想要去 购买这个软件的话 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 好了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大家